当然在最近还有新疆的这种示威游行事件 所以中国政府也很小心 它主要就是报道一些负面的情况 所以中国人们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一旦会有示威游行的话 就会有这个暴力事件发生 无辜的人民会受伤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像这一次的埃及的示威游行 是带来的好了 结果莫巴拉克就会下台 那么我们也会关注说 将来情况到底是有怎样的发展 是不是有一个真正的 像民主发展的这种过程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就这一场 这个上街示威游行的 这个背后的理由来说 是跟当时天安门事件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和听众 希望参加讨论 我们来接一些电话 上海的殷先生 殷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首先感谢美国之音 对这个中国人情的关心 也感谢嘉宾对中国人情的关心 我想说的就是感觉 比如像埃及这些国家 它本身很落后的这些国家 他们现在从苏丹 从托云西这个民主的潮流 这个普世价值 不断的已经被人里所接受缘了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我们这个政府呢 它非常害怕真相 非常害怕真相 所以实际上是不了解真相 像包括就是像胡锦涛的讲话 温家宝对人权的讲话 对政治变革的讲话 政治改革的讲话 胡锦涛对人权的讲话 中国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讲话 他都没把它隐瞒掉 是不是 不给人知道 可见这个政府呢 他非常害怕真相 我想就再问这个嘉宾一点 如果埃及呢 不管它是穆斯林国家 它是有信仰的 中国人呢 这个在共产党这个领导下面呢 经过这个六十年这个洗脑 人民呢都是无神认 无神认者 所以呢你看埃及呢 它不管是从老到小 农村里面 大人都出来了 像中国六四呢 它就学生 少少少的工人 他们有个群众基础 所以我就说 这个美国有一个名权领求 叫马鲁路德基金 他说我有一个梦 实际上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它是一个信仰的力量 但是我们中国人没有信仰 无神认 人就像一般散伤呀的 所以这个像一般散伤呢 它没有零距离 人民没有力量 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国呢 和埃及呢 和世界大多数人的国家呢 没有信仰的国家呢 这个是不可比的 我想问这个 好 上海的尹先生 非常感谢你 因为今天我们线上的观众 听众特别的多 先让您讲到这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陕西的佟先生 陕西的佟先生 你好 北非这些国家像埃及了 图尼斯了 阿尔及利亚了 都是有光荣民族传统的国家 中国也是有光荣民族传统的国家 但是89年那个事情 就是一个是中国人民 对中共还有抱有幻想 再给中国人办事情 勇气不足 再一个区别就是 外国领导人 遇上这样的事情 他都一般都会向人民投降 他还是要脸的 但是中共的领导人 他是不要脸的 他遇到这种事情 他会把他的生活 陕西的佟先生 今天让您讲到这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我们再接一位河南的李先生 河南的李先生 你好 好 嘉宾好 我想说一下 就是首先我想说 中国其实那个抗议啊 就是抗议维权啊 其实早就过法了 像一些什么律师啊 什么记者啊 像这种 只不过没有一个 在全国影响范围大的一个处置 他们就是中国人播放 都是中国人 很多都是花拳绣腿 你们外国人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 其实走就走得过法了 你想 好 感谢河南的李先生的短点 还有 好 李先生 好 先走断了 我们继续接啊 还有一位是辽宁的高先生 辽宁的高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最近北北和中东地区的联谊发生 民众抗议政府 独裁统治和抗议政府的腐败 独裁政权的 分成有垮台的 特别是埃及的独立制发生的 说明了一个必然的真理 就是独裁 独裁腐败的政权的必然有垮台 民主 人权 自由 平等 必然胜利 只是时间找尔的问题 好 谢谢辽宁的高先生 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马来我想请您这个回应一下 评论一下 我们刚才接了这么多的中国的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都对这个埃及和埃及现在这个事件 和20年前中国天安门所发生的这样的六四一个抗议事务 他们都有他们的分析在进行了比较 我想呢也有我们的观众也提到 就是刚才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的电视画面上所播放的一些20多年前 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这些抗议事务活动 那些画面是我们中国的许许多多的 可以说绝大多数老百姓和观众以前没有看到过 甚至于刚才我说过30岁以下的人 根本都不知道有六四这么一回事 我们有的观众说这两件事不可比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是的他们是可比的 特别是背后的动力 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抗议事务游行 这个原因就是一样的 因为埃及人民被长时间的压迫 他们没有这种权利来改变自己的政府 没有权利来发表自己的言论 然后来进行这个宗教没有宗教自由 刚才听众也指出 独裁者能够在位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们最后肯定会倒台 因为他跟很多人在作对 那么你可以控制人民 然后压迫人民 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组织起来 互相团结起来 当他们团结起来的时候 就会做出抗争 所以只需要几个勇敢的人走上街头 成为领袖 那么你有这样的领袖站出来以后 就会有很多人跟从 在埃及就是这样的 就是几个人走上街头以后 那么就有更多的人跟上了 在缅甸的这个 在阮根的事件也是这样 那么很多人就走出了家门 走上街头 很多人也不是年轻人 很多人 他这个已经有一点的年纪了 他也还记得88年的 这个缅甸政府的这个残酷镇压 但是他们还是走上街头 所以刚才有一位听众说 说这两个事件 它是不一样的 不可比的 中国人民不够勇敢 现在也不够勇敢 来做像埃及人民 现在做的这种上街抗议示威游行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其实天安门事件中的那些 上街游行的学生 是非常非常勇敢的 而且尽管中国政府进行残酷镇压 他们还是坚持在街头上 而且他们一直是和平的 整个示威游行活动 从头至尾 它都是很和平的 这就很了不起了 人们不停地走上街头 而且我还是相信 现在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 他们希望知道真正的真相 他们并没有屈服于政府的控制 现在中国有很多人 也在网上开自己的博客 那么他们是也受到了政府的骚扰 甚至是关进监狱 包括刘晓波也是很著名的人士 那么他还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 来要求中国政府进行改革 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言论 他也被关进监狱 包括高之盛 他是个律师 他现在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消失了两年了 中间只有过一次这个简单的路面 所以这是中国政府的这种行径 那么我是觉得 中国人民还是很勇敢的 那么现在在埃及这种时机已经到了 酝酿已久的这个革命爆发了 他们最终决定说 现在应该要走上街头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民可能将来还会这么做 那么我觉得中国人民是有这种决心 看到进步和改变的 我们今天讨论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这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把它念一下 我们这位网友说 埃及军队不介入镇压 这是与中国六四最大的差别 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这一点 说当然这有着埃及总统是美国的盟友 而当年的中国当权者邓小平 继承了毛泽东的嗜血 所以结局会有所不同 看我们很多观众和听众 包括网友还是对目前埃及的局势 和当年20多年前天安门的情况 本质上的差别 大家都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刚才马来你提到了刘晓波 一谈到中国的六四 一谈到人权 那么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刘晓波这个事件 那么更有巧合的是 这次在埃及这个事件当中 也有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埃尔巴拉迪 他是过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前任主席 在这个埃及的事件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曾经被软禁 那么现在他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对党的领导者 那么在这两点上又有一些 在中国的事件当中和 埃及的事件当中都有这样的国际上的 这样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在这当中 说到刘晓波 我知道现在自由组织对刘晓波的境况非常的关注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以后 和奥巴马总统除了公开会晤 还有私下的一些会晤之后 有一些传言 有人说刘晓波现在已经被转移了监狱 还听到有人说已经被秘密的释放了 只不过是在中国的一个什么地方软禁着 关于刘晓波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一些进展 那么最新的进展呢 就是他情况还没有改变 他被软禁起来 特别是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时期 那么他被软禁起来 那么当时还是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 那么他没有被释放 还是在监狱中 还是在监狱设施中 也不可以有家人或者是朋友去看他 他的弟弟也不能去看他 那么在报道的时候呢 人们还搞不清楚说 他到底有没有被放出来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报道的误导 那么我也听说 如果刘晓波说能马上离开中国的话 他也会释放他 但是没有人能知道事实的真相 因为没有人能够跟刘晓波对谈 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看这次埃及的这种和平抗议示威活动 对中国的民主进程的影响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为什么这样问 就是说台湾实现了 国民党从大陆去台湾以后 后来实现了这样的民主化 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 前苏联解体这两件事情 给了中共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教训 两个教训 那么像埃及这样的活动 对中国的民主进程的影响 会起到正面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 中国会不会在此后会对民主 会对人权更加加紧这样的一种 钳制或者是压制 我想说中国政府 对中国政府来说 面临现在埃及的这种情况 他们比较明智的应该是 明智的做法是 应该要释放一些这种政治犯 包括刘晓波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包括高智盛等等 这是比较明智的行为 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 而且 那么他们将来呢 就会有这种 现在埃及发生的这种情况 那么不管 到底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立场 你是支持民主自由 还是说你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 你可能对埃及的这个事件 是到底积极还是负面 你会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是会对 中国民主运动产生影响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人权组织 现在自由的马兰特纳女士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 收听 收看和积极的参与 通晓美中大师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 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邀请专家 现场解答你的健康问题 发病率最高的 通过电视短片 介绍医疗新突破 新手术 新药物 保健原地每周六 中国时间晚上九点到十点 一一为您送上